歡迎收看有熊老師陪你教數學 那我們這一集呢 來先來看看這個 之前的留下的一些問題 好 來看下面這個問題 那這個問題就是平行這一節的 他要求你現在看到1234和這邊567 的和 那左邊呢 其實這種問題我們看過很多次 有的可以延伸下來 然後你也可以圍起來 去做一些計算或者是 拉平行線 那我們之前遇到的時候因為我個人的習慣問題 我都喜歡拉平行線 那我們在這一集呢我們 把它分兩個做法來做 那麼利用這題我們再來複習一次之前推論的過程 有的時候我們就是這樣 有幾題這個解釋的詳細一點 有幾題解釋的快一點 那學生假如不懂的話呢就要問老師 那假如看影片有不懂的話就按暫停想一想 我們前面的做法 前面的做法我們會怎麼樣 畫平行線過這一點 畫平行線過這一點 那麼於是你會發現這兩個合起來180 這兩個合起來180 這兩個合起來180 對不對 對不對 所以其實呢這個角這個角這個角和這個角合起來其實就是 180乘以3540 所以在這邊呢這個 角1加角2加角3加角4 等於540 可以嗎 這是這樣子 那另外一種情況呢我們來用不同的做法做 在我們分當初在學這個 這種造型的時候 這種造型的時候本來就有不只一個方法做 我們還有一種是怎麼樣 把這裡拉下來 我們當初是有一個做法是把這裡拉下來 然後說這裡是同側內角互補180 對不對 那 然後再去推算別的 剩下的部分也是180 然後最後我們就可以知道說那這個角就等於這兩個角的合 我們那個時候是在推論這個結果 那這也是一樣 我把這裡拉下來 那你會發現 這個角 和這個角 他就是我們剛講的 同側內角互補 他是180 那這邊呢 這個是四邊形內角合 是360 那所以 兩個合起來是180加360 是不是也是540 對不對 那接著來看左邊 在左邊這邊的這個角5 角5角6角7呢 那其實我們前面有學過呢就是我腳這裡切下來 這裡切下來 那我著橘色的部分 角5加上一部分的角6合起來應該是60 那然後呢 我這刀切下來 這個 一部分的角6 和 一部分的角7合起來應該會是45 那角7的另外那部分應該是30 所以其實這邊喔 角5角6角7合起來其實就應該是 30加60加45 也就是135 那所以這7個角合起來其實是 675 這樣子可以嗎 那所以就是利用這幾題呢 帶大家來這個 複習 我們前面學過的所有的知識 還有練習這個平行的知識 之前的作業 有這麼一題 那 其實我想這個問題大家應該看過蠻多次了 然後我也講過蠻多次了 怎麼樣 其實我剛又講又再講到了一次 就是原本這個矩形紙片是平行的嘛 那麼你折下來的時候呢 因為你沿著對角線 把B這邊折下來到底下的1這裡 所以你折下來的時候這個地方其實是 角平分的 因為折 翻折就是軸對稱 那角平分就是軸對稱 對不對 我們之前有講過 那所以這個是角平分的嘛 那角平分線又有平行線 怎麼樣 會出現等腰喔 在哪裡 這裡有沒有 這一條線斜斜切過來跟這邊 那當然你會想說 老師怎麼知道是這個角 那沒有啊 我不知道 但是我想說 既然這題出現了角平分線和 平行線 那當然就是要等腰嗎 我們剛剛講過 那等腰要不然就等這一個啊 就是這個角跟這個角相等 可是好像沒有用到角平分嗎 那就找別的腳啊 你就會發現這個 就這樣啊 對不對 好 那所以呢 這個是等腰 所以這邊是跟這邊一樣的啦 可以嗎 然後他要問 那這樣子DF是多少 這條DF是多少 那這一題呢 有一點點的難度 什麼難度呢 讓你直接推論 其實還沒有辦法直接推出來 那這一題呢 其實需要解位之數 如果你直接推論沒有辦法推出來 就都要去想到要不然我來設個位之數好了 這就是 那個要教學生要會有的想法 那你可以把DF DF 設X也可以 那 也可以設CF 那我們假如設DF好了 因為他竟然問DF嘛 但你就要知道說這是X這也是X對不對 接著去想什麼 那想我要解開他啊 6用不用得到 18用不用得到 18要怎麼用到啊 那你可以對下來下面CD也是18嘛 所以這個是X這個是 18-X 喔 這樣就很明顯了吧 這裡有一個 直角三角形 必是定理求解 X平方 等於6平方加18-X的平方 因為學到這裡已經會一元二次解方程式了 所以這種問題是會出的喔 是會出的 X平方是36加上 這個 18平方 是我說是81乘4嘛 所以是 364 減掉 這個36X加X平方 那左右兩邊會把X平方殺掉 所以你會得到36X就會等於 364加36所以是 400 所以X其實是 約4 9分之100 就這一題 這樣可以嗎 好 那這個如果說 如果說在已經把X寫上去之後學生還沒有辦法馬上把 這裡的這個18-X寫出來的話 那麼兩點 第一點就是 其實這樣的情形真的很常見 好 我們前面有拆解過這種思考流程就是說 我們在幾何的問題裡面常常會有你用某個方式來列4 可以 算出他 來列可以列出他像比如說這個18-X 用另外一個方式來列4 就是變成X平方-6 -6平方 也可以變成18-X平方 這樣子的問題就很常見那所以就是讓學生多了解到說 當你不知道如何下手的時候想一想 在幾何圖形上面其實會怎麼 怎麼處理他 還是要有 還是會有一點點經驗 跟經驗還是有一點點關係 底下這裡呢 這個叫做中線 性質吧 如果有這個名稱的話應該是 就是說如果有一個三角形他有一邊有中線 那這個中線的兩倍一定會比這兩邊合還要來得 小 那麼為什麼呢其實這個很簡單 我今天把他延伸 如果你們還記得的話我們在前幾集做過那個 給你ABC3點在平面上找第4點讓他形成平行四邊形 那這個我說其中一個做法就是這樣子 就是你把這個對角線 延伸一倍 那這一點叫E 這個時候你連接CE BE 他就會是一個平行四邊形 是不是延得不夠遠 因為你本來本來這個租點本來就是BC中線嘛 你的租點本來就是BC中線所以 你只要再把A租延伸一倍 比如說就是這樣量一下畫個弧 畫個弧 差不多 好 那我們就可以取得這個一點好讓這個東西變成平行四邊形 平行四邊形的話怎麼樣 對角會對邊會相等 他為什麼是平行四邊形我剛說的因為腳平分線互相評分 所以ABC會是平行四邊形 這個做 做豬1 等於A豬 連接 在 A豬直線上 然後連接CE和BE 對不對 那這個時候呢 此時 A CE B 平行四邊形 理由是對角線評分 好 好 那麼呢 剛講到這個時候AC就會等於BE嗎 因為平行四邊形對邊相等 這就不用協力喔 太簡單 那這個時候呢在 在 三角形ABE中 兩邊合大於第三邊 AB加BE 一定會大於AE 那AE是什麼啊 AE就是2A豬嘛 所以AB呢 加BE就是AC嘛 就會大於2A豬 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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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們介紹完平行四邊形 對角線互相評分 在我們前面就已經介紹完三角形兩邊合大於第三邊 在我們已經示範給學生看過你可以透過對角線互相評分來去產生 從三角形產生平行四邊形之後 其實這個問題就可以丟給學生 當作業 去想 或者是在學校去想 我還可以怎麼做呢 那像這樣的證明問題 就是 不要把他變成說 我要考證明 這個證明你們要會 要會背 要會記起來 我要考 不是這樣子 證明問題是要拿去給學生訓練 好那 有想出來但是最好 沒有想出來至少怎麼樣 你要 留下你到底想了什麼 絞盡腦汁的思考跟什麼可能有關 這樣子 如果老師時間有夠的話 你看到學生差一點點的時候你可以多補充一步兩步給他 讓他看看他可不可以接著把他接著下去把他想完 那這個幾何的這一張最重要的其實就是這樣子 練習推論 練習推論 OK 好這有兩個問題 平行四邊形對角線上終點一如下圖 那求A1分別到 AB和AD的距離比 求1點 求這個1點分別到他的兩邊 AB和A珠這兩邊的距離的比 下面這個問題 平行四邊形中間剛好有一點P 這一個P點 他是一個任意的沒有特色的P點 你可不可以過這個P點做一條直線 剛好把ABCD的面積切成兩個 個相等面積的多邊形 好就是我比如說我這樣子這一刀切下去有沒有 剛好這一刀切下去上面跟下面就是 一樣面積一樣大 好那這樣子的話呢 我到底這一刀要怎麼切 我剛隨便切的嘛 對不對 到底這一刀要怎麼切 試著想想看 好 好那在大家思考題目的時候呢 我們來這個聊一下 我都會問學生這個問題 我們現在這個詐騙的 詐騙集團很氾濫 很多的金融犯罪 不管是 金融犯罪這種比較 難度 專業性比較高一點的犯罪 還是詐騙集團 那 我都會 讓學生去思考一個問題就是說 當今天我可以騙你 你看我會發現什麼那個新聞會講說詐騙集團技術不斷升級 他用更 更巧妙的 話術或者是搭配時事的新聞或者是這個 你破解他某一個方式你去宣傳說這個是詐騙這個是詐騙 他就用另外一個方式來詐騙你 那 或者是他你看他還會培訓還會設計SOP 那我們可不可以說其實詐騙集團也是一種 不管是你說他是這個 聰明 詐騙集團是不是 他也是靠他的 聰明靠他的本事 在賺錢的呢 他可不可以算是一種 這個創意產業的文創產業呢 詐騙集團很有創意嗎 我都會 問學生這樣的問題你覺得詐騙集團是不是很有創意 那這個 我是這麼說的 我覺得其實你仔細想想詐騙集團的這些花招 也不是很有創意 這是我們很很容易都可以想到 如果今天 就好像今天我今天想要 派你 或是想惡作劇 我可以怎麼樣 喔好多喔 好多方式可以惡作劇喔 比如說什麼 趁你坐下的時候抽走椅子啊 你走在樓梯上偷推你啦 或者是怎麼樣 我知道你喜歡誰 我故意跟他講你的壞話 或者是怎麼樣 我知道你 這個 昨天做了什麼糗事 或者是好 還是一樣 你喜歡誰 我故意在班上把他講出來 讓你很尷尬啊 對不對 或者是怎麼樣 或者是我可以說 那個 你媽媽打電話到 教務處 要你趕快回家去一趟 那這樣子 我是不是都可以害到你 那這些很有創意嗎 我說實在話 其實你稍微有點腦子的 也不要講稍微有點腦子 講稍微有點腦子 好像都已經 有點聰明了 只要有長腦子的 只要有長腦子的 其實都可以想得到嘛 好多方式可以怎麼害人嘛 對不對 所以 真的詐騙集團是因為創意嗎 他們 有的時候學生 這個我們講 誤入歧途啦 被 被吸收去幫派組織 去做詐騙 或去做暴力討債 他們很容易會覺得 尤其是聽到這個 幫派組織裡面的老大 長輩在講說 我們這也是 對不對 憑本事 這是本事嗎 我們這也是創意 你看我們還要跟警察鬥法 這是本事嗎 這是創意嗎 今天我們不管他做的正不正確 我說實在話 這些事情是很沒創意的 那為什麼沒有創意還騙得到人 其實是因為你 破壞了 人們的信任 你破壞了遊戲規則 對不對 我設計一個最簡單的 最不需要聰明技巧的 詐騙方式 就是我今天在路上賣早餐 我說 這個豆漿一杯10塊錢 人家賣10塊 我賣3塊 豆漿一杯3塊錢 你給我3塊我給你一杯豆漿 給了我就跑了 裡面其實是海水 哈哈哈 懂嗎 我的意思就是說 這不需要腦袋啊 這不需要聰明啊 那你只需要什麼 你只需要 利用別人對你有所信任 別人對他人有所信任 然後你破壞掉他 你傷害你傷害了這個信任的關係 那為什麼社會需要信任的存在 如果今天連老師對學生 都 不講信用 都不講信任 你們今天來學校很有可能 馬上 就被我用卡車再去賣掉 那如果是這樣子的話如果今天連 顧客對老闆 都沒有信任 我給你的可能是假鈔 老闆對顧客也沒有信任 我跟你說這個是 牛肉其實裡面可能是 比如說這個 用泥巴做的 這樣子對不對 你看到愚人節那天 哇大家玩得多爽啊 為什麼 那事實上愚人節都已經算是 信任的一環了 就是我們知道那天可能會被騙 你如果把愚人節那天的東西拿出來在平常用呢 那個不是你聰明 是你破壞了別人對你的信任罷了 其實你的花招好簡單 沒有錯 那為什麼還會被騙 不是你比我們聰明 是我們認為不會有人這樣做罷了 那所以我覺得這件事情 這個可以跟學生講 讓他們了解到說 要區分這兩者 比如說像我剛剛講暴力討債也是一樣 這不是一種本事 只是我們社會的約定是彼此不會傷害對方的身體 如果今天我們社會約定起來 好就是要會傷害對方的身體也沒有關係 對不對 講不贏對方就傷害對方的身體 想要人家的錢就傷害對方的身體 那我說句這個實在話 各位活不到18歲 你們沒有看過那個北極熊 北極熊媽媽生像小寶寶之後就會把小寶寶帶走 為什麼 因為北極熊的爸爸會攻擊他的小寶寶 獅子也是一樣 獅子他佔了一個地盤 只要附近有其他的公司 就算那是他自己的小孩 成年的 獅子不會攻擊右 比較不會攻擊右手 但是成年的會 有的時候也是會 但是他們特別會攻擊的是成年的 即便那是他自己的兒子 他也會照樣攻擊他 因為他覺得他的生存受到威脅 那我們人類社會之所以可以發展 至今 兩點非常的重要 第一點就是我們彼此 有了一種約定 有了一種信任 就是不管爭執多大 我們都不應該直接去傷害對方的身體 不管你想要他的任何東西 都是這樣子 那你如果破壞了這個規則 那我必須說 因為我們還是很想要這個規則 懂嗎 就好像今天我們玩紅綠燈 如果你不遵守遊戲規則 可是我們還要繼續玩啊 我們沒有要配合你啊 所以怎麼辦 我們就把你踢走 所以如果今天你破壞了這個規則 那法律就會制裁你 他就把你關起來 還要讓你不敢再破壞這個規則 如果你破壞了信任 我剛剛講兩件事情 第一件我們不會任意去傷害別人的身體 另外一件 我們不會任意去破壞 任何人對人的信任 當然不是說 只要是人我就要相信 但是這個 社會的約束 比如說父母是最應該要相信的 比如說跟你越親近的你越應該要相信 比如說社會 一般人就算是陌生人彼此還是有一定的某一種的信任在 互相借錢的信任沒有啦 但是他假如跟你 你問路 你問說這個 學校往哪邊走 往正確方向指 這個信任是有的啦 那你不能說有一個來跟我問路 我心情高興啊 我就亂指 或者說我比你聰明 你想不到我會亂指吧 哈哈 那這個就是破壞了社會的信任 那所以 用這種方式來取得利益呢 根本就不是 創意 也不是一種粉飾 你只是在 破壞別人的信任 你在增加社會的負擔 那我們 我們之所以會 一般人之所以會中招 會因為你打了就怕你 或者是因為你騙了就被你騙到 只是因為我們還想要繼續玩這個遊戲而已 那麼 想當然了 當有機會的時候 就會把你提出遊戲 那所以大家要想清楚 不要覺得說 詐騙好像也是一種本事 洞出好像也是一種本事 但是不是的 好 來看這 這裡有兩個問題啦 上面這個問題要你求的是 1點到 ABA珠的距離比 其實我也可以把線畫出來 問你這兩條線的比 但是我不要 我就是要你自己去發現怎麼樣 什麼叫做1點到AB的距離 那我要講一件事情 我剛剛已經講過了 就是說 即便學生他知道 他求的是這個 如果他不畫 你就會發現 他搞不好還是不會算 那這是很現實的 然後如果如果發生這樣的情況 我一定會這個 嘲笑我的學生 不是說嘲笑啦 就是說你要讓他知道說 你看我講過了 就是說 你不要覺得說我知道就好了 你最好就是怎麼樣 除非你馬上想到嘛 否則你最好就是 你覺得該怎麼做的話 趕快把線就畫一畫 那你畫一畫之後 可能就會有不同的想法 比如說他可能跟這個 三條形有關 我們假如後面學過 相識形 可能可以用相識形的方式 可能啦 那也可能怎麼樣呢 在這一題的話呢 他其實就是 如果我把這條線連起來 這裡是會出現兩個三角形 那麼這兩個三角形呢 其實他的面積要會一樣 因為這個就是 我們前面講過 兩條 兩條對角線會把三角形切成兩個 相同大角的面 相同大小的面積 對不對 那我跟我說 如果你發現學生沒有寫出來 那你在幫他畫這兩條之前 你可以先把這條畫上去 再讓他想 對不對 然後讓他想想看可以怎麼做 那 如果你把他補到這裡來 那繼續往後算 這兩塊三角形的面積 既然一樣大的話呢 他要求高的比 那就面積一樣 高的比會跟底層反比 所以其實他是在求這兩條線 段的長度的比 然後要倒過來比 那這邊的話是 X加8Y加6 所以這條是10 這邊的話是X加4 然後Y加4 所以這個是 4-2 知道我在做什麼吧 你那個 兩個點去求他的 兩個點去求他的長度嘛 所以一個是4-1 一個是4-4-1和-45 那這樣子的話這兩點的距離呢 他減他是8 他減他是6嘛 所以8平方加6平方開更好 因為-4-1 在這裡嘛 然後45 在這裡嘛 所以這裡差8 這裡差6 這裡是10 可以嗎 那另外一個是 -4-1和-03 所以X差了4Y也差了4 那這個是等腰直角三角形 X加4Y加4 -4-1和-03 對不對 這樣子 這樣子 那所以他的 長度的比是10比4-2 那麼他的高的比就會是 這個是H1 H2 所以H1 比H2 就會是4-2比10 也就是 2-2 比5 這樣可以嗎 下面這個問題 OK 我先直接說他明說明他的做法 如果我把平行四邊形對角線互相 都連起來 過的這一個點會是平行四邊形的直心 也就是他的這個 質量的中心 那這個時候呢這個平面呢 他的 你不管拉任何一條線 通過這個點 不管拉任何一條線 這邊都會跟這邊一樣長 這邊都會跟這邊一樣長 那這個可以透過全程去證明 所以說呢 那這個這條線拉過來 不管任何 這個平行四邊形 不管任何一條線 只要有過這個點的話 就一定會剛好把這個面分 就因為剛好把這個平行四邊形分成兩個一樣大的部分 這樣子 那這兩塊一定一樣大 那 這個可以證明 因為這塊三角形 會和這塊是一樣的 所以你上面 你原本是 原本是上面這一塊三角形和下面這一塊是一樣的嘛 那現在你把上面的這一塊 扣掉但是把這塊補給他 那這樣子的話 你的這個左 這條線的左半和右半還是會是 面積會一樣 這個可以透過全等證 有點像我們前面的某一題那個 如果大家還記得 就是正方形 然後 我說另外一個點點靠在這裡的正方形 但是他歪掉了 這樣這兩個面積一樣嘛 然後問說這樣子重疊的部分有多少 答案是四分之一嘛 大家如果還記得的話 面積的四分之一 類似的概念 就是去證這兩塊的面積全等 這樣 那我們就不多證明了 只是在這裡說明 如果你有一天需要做這個 平行四邊形裡面任意一點P 你要過他做一條線 恰好可以把平行四邊形分成兩個部分的話 那就是先做他對角線焦點之後再去和P連起來 那證明的方式就是這樣子 這塊會跟這塊全等 可以嗎 那這 之所以可以證明的原因是因為我剛講到 平行四邊形裡面任何一條過這個的線 他結出來的這一段都會等於這一段 那這個也可以證明的 也是用全等證明 好 那麼這是我們這次的作業 小米本來習慣從 C點直到A點再到B 但是現在他要走C X Y Z B 這個路線 那請問他走的是比之前更長的路還是更短的 這個題目很長其實 很簡單 答案很簡單 請問著色請證明著色部分為矩形 球X的角度 這是最常看到的問題 大家可以看一看 那我們今天上到這裡